那剛剛我們唸這個南無 這個孔雀明王佛 南無孔雀明王金 南無孔雀明王海慧諸見署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孔雀明王佛 他本身是佛的身份 佛的身份 因為他的官 他的官是大入如來官 代表著必如遮那佛 他是必如遮那佛的化身 化身必如遮那佛 那麼這個孔雀本身來講 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 在西方極樂世界裡面 阿彌陀經裡面提到 有孔雀 有這個佳麟平家 還有很多的鳥 全不是阿彌陀佛所 變化出來的 所以孔雀等於是 象徵著阿彌陀佛本身的變化身 另外 釋迦牟尼佛在過氣勢當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有一世 他是孔雀王 孔雀王 所以釋迦牟尼佛是孔雀明王的硬化身 也就是孔雀明王 釋迦牟尼佛硬化成為孔雀明王 變化身是阿彌陀佛 那麼他的化身就是必如遮那佛 所以他有三個佛在他身上 一個佛的大威神力已經很厲害了 何況是三個佛 三個佛合起來的力量 我們講南無孔雀明王佛 就是他本身就是三個佛合一的 得合一的佛 那麼南無大孔雀明王精 就是法 四歸一當中的南無孔雀佛 南無大孔雀明王佛 南無大孔雀明王精 就是代表著达馬 就是法 然後南無大孔雀明王海會諸劍屬 所有的劍屬 包括七佛 七個佛 上至七佛 下至心術 全部都是大孔雀明王所管轄 都是他的劍屬 所以他非常有威力的